- 动作非常小,接发球放到对方的往前,16比16 - 我们看在这个胶着的情况下,是不是林丹又能像第一局一样抓一些关键分来突破 - 应该说林丹在这方面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关键的时候,我们能夹输 - 防守稳稳 - 好球,双方这个球,球的弧线都是很平,平头挡很多 - 在这个球当中双方都没有出现这个弧线 - 非常明显的得分机会 - 最后是陶层换15 - 突然发一个后场 - 哇,好球 - 所以你看看这个球,你就能够解释为什么陶层王很多的时候都是把放网的时候都推得比较远 - 因为他想放贴王,那么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你已经主动了,这个球质量够高 - 另外一种就是不够高,你反而给林丹一个机会,再反放回来的时候非常非常贴王 - 自己反而跳不起来 - 但是如果你放往比较远一点的,对方肯定也不可能放得太贴王 - 嗯,所以比较安全一些 - 嗯,所以比较安全一些 - 因为Summer,17,18 - 反正换最后一分,17比18 - 因为这几分我觉得朴晨换也没有按照前面那么去打,也在争取抢往之后控制你 - 对 - 还是放远一点 - 他可能也是 - 这边是 - 切杀実量非常高 - 控制对方的头顶,在杀直线,放往 - 王 - polish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抽一个对角线 19比2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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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非常耐心 看谁出现错误 有机会 杀对角 这球是被风有一点影响给推回了 运气不错 这个球等林丹再去接一 也挺难接的 没想到他会回的质量那么高 因为他接插球的时候非常非常被动 在被动的情况下还弹一个后场 这个球非常的弱点 就算是界外 应该来讲说这个弱点也是相当的好 现在在18比20落后的情况下 朴成焕连追三分 特别是后面这两分 在被动的情况下 很弱强 再加上一点点运气的帮忙 反超 获得局点 又是平球 朴成焕连追三分 朴成焕连追三分 第二局是扳平 双方打成一比一 朴成焕连追三分 22 22 20 很深刻 就是他很老的 去年更有